1月29日,发生在广东湛江徐文港的一起加塞锤车事件引发众多关注,且应该事件前后反转,目前还在持续发酵当中。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,近两年,徐女士发布了一系列自驾视频,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。 在2023年7月的一则视频中,徐女士以71岁高龄自驾川藏线,她手握方向盘,神情轻松地开着车。 另据网友爆料,就在川藏线自驾游的过程中,徐女士的车辆曾与一当地车辆发生了交通纠纷。 当时的情况与此次徐文港事件的情节类似,均是徐女士先在网上曝光对方,再让对方赔礼道歉。 不过,这一视频已无法从徐女士的社交账号上找到。 事实上,徐女士的身份不只是奇瑞汽车的用户,更是奇瑞汽车官方的合作伙伴,其曾多次参与奇瑞汽车举办的官方活动。 当徐女士卷入热点事件后,奇瑞汽车的工作人员向徐女士表达慰问,并向其提供了一台锐壶酒作为代捕车。 奇瑞汽车官方发文称,我们的车主奶奶我们自己宠。 徐女士回应,感谢奇瑞公司一路陪伴和支持。 不过,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事发时驾驶奇瑞车辆的男子一直未出面发声。 有人推测,此次徐女士带全家人去海南自驾游,目的即是再度与奇瑞官方联动做品牌宣传, 驾驶奇瑞车辆的男子或与奇瑞方面相关。 上述种种猜测,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。 关于奇瑞汽车与徐女士之间究竟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关系, 记者就此询问了奇瑞汽车公关传播部,但未得到回应。